大家好,我是羽毛球出学者学中 这期我来教大家背脊腰肌的训练 大家注意这个背脊训练的时候 主要是三个动作 就是手臂会是三个角度 一个是朝正斜上方 一个是两侧 还有一个就是背手背后面 然后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脚后跟要夹紧 这样你的臀肌才能一起练 然后其次就是你的脖子要保持平 不能过高,不能仰头 也不能过低,撑在地上 其实这样子练的话 就是整体人的躯干你的肌肉都能练到 所以大家练的时候 先不要追求数量或者时间 而是追求质量 如果说你30秒做不到 那你就做15秒 15秒做不到就做10秒 一定要把这个质量先固定好 然后循序渐进的去加强它的量 这三个动作主要是结合在一起练 你比如说前区臂的和中区臂和后区的这一块 它主要是10秒一个动作 你10秒做完 接着第二个不要休息 第二个10秒 第三个背手10秒 这样30秒为一组 一般做个四组 如果说没有什么感觉的人 背肌和腰没有什么感觉的人 你可以加到15秒 加到20秒一个动作 那这个算下来可能就是45秒到一分钟左右为一组 做到四到六组 总共是这个样 然后也希望大家在练的时候 多去感受一下自己腰肌背肌的这个发力 不要说是关注点可能在自己的肩膀 或者自己的腿上 因为你毕竟要练的地方是你的腰 像羽毛球中 腰肌和背肌的训练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保护了你在打球时候一些被动球 避免腰的损伤和背部的损伤 包括对自己平时的生活上 也是一个很大的保护 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去练这一款 而且更加的需要去注重质量 而不是数量